很多外国朋友在网上问 病断断是个什么动物 大家可能觉得不可思议 大熊猫这个物种的普及度 至少对于会上网的朋友应该是很高吧 但有时候吉祥物真的不太好判断是啥动物 比如这个 2016年里约奥运会吉祥物维尼修斯 请问这是个什么动物 是不是不太好分辨 我朋友老刘亲切地称呼它为大马猴子 替老刘说句对不起 维尼修斯它有猫的元素 猴子的元素 还有鸟的元素 所以可能有些外国朋友问一下 病断断也是出于严谨吧 大马猴子这个名字让我想到了二胡卵子 南京青奥会吉祥物乐乐 南京方言意思上有点贬义 但是表达了大家的喜爱之情 于是迅速的出圈了 再给大家看几组吉祥物的图片 来猜猜是什么动物 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吉祥三宝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雪原双子 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印象派四人军 是不是认出来了 但是不太敢说 就好像这个长野印象派四人组 我感觉有那么点像猫头鹰 气质上也比较猫头鹰 但是这大胆的画风让我怀疑 这应该不是简单的猫头鹰吧 一查 嘿 您猜怎么着 雪地猫头鹰 咱不是说捧自家的彩别家 没这个事 但如果长野的吉祥物们这样靠近我 我是想打电话求助的 阿瑟有几个猫头鹰在靠近我呀 2014年索契冬奥会吉祥三宝 这个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比较好辨认 希尔维亚佩特罗娃是野兔 奥莱格塞雷德什涅是白熊 瓦蒂姆帕克是雪豹 温哥华冬奥会这两位呢 一个是大脚野人奎特奇 另外一个是传说当中的神兽海雄 一说到传说 很多朋友马上就想到了一个词 叫水猴子 万物皆可水猴子 严肃点啊 人家米家呢 他是虎金和科莫德雄的综合体 再来几个猜谜游戏 928在罗那奥运会吉祥物科比 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吉祥物罗尼 萨拉热窝冬奥会吉祥物五颗 卡尔加里冬奥会吉祥物豪迪和海迪 这些是什么动物呢 大家可以猜猜看 看了一圈冬奥会的吉祥物 我感觉还是咱们并顿顿看起来有亲近感 真的 就我这么抠门一个人 要不是买不到 我早买了